是不是在那一家 就到了 哈囉... 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裡就是基隆的Lady M 對... 基隆M... 對 基隆M 請問一下你們有什麼口味啊 北海道鮮奶 鹽赤花焦糖 跟倒沙芝麻 今天還有檸檬糖 我們是用新鮮的 美國黃檸檬下去做的 都來... 都來... 都來 這檸檬糖看起來很好吃 好...那我們來找地方做 好... 這太想吃了吧 我跟你們講你們很幸運 怎麼樣 因為老伯娘特別為了我們開的 真的 沒通商 對 今天是沒有營業了 它一個禮拜只開三天 而且兩個小時而已 因為都買完 謝謝 小姐 來 我先吃吃看這個 這個好好吃喔 剛剛說這個是什麼味道 是是什麼 鹽赤花 我吃鹽赤花腳的味道 來... 小心黏衣服... 好好吃喔 這不是 好芝麻喔 對 這是我們的 早沙芝麻前菜 太快了吧 好好吃耶 這個好好吃喔 它那個焦糖味好香喔 而且但不甜耶 你們根本超級屌打 父母奶奶 真的 真的好好吃喔 因為焦糖很怕它很甜 但它在苦跟甜的終結 你們倆是姐妹 對 一起創業 對 但為什麼會在市場 那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跟妹妹本身是基隆人 然後我去了台南之後 我發現台南的市場文化很恐怖 回到基隆的時候 覺得人在市場是有點被埋摩 其實在這邊真的是 這個美食的天堂 對 很多地方非常好吃 市場裡面超多 對 因為妹妹她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我有這個想法 然後我們就一起想說 然後我們就來這邊 所以主要做的是妳 對 妳有去哪裡學嗎 比較常是自學 但是很小就開始學 妳自學 對 最快紀錄是多快吧 賣碗 10分鐘 10分鐘就賣碗 10分鐘就是開門的時候 就立刻就說不好意思 大家都會在排隊嗎 會排隊 然後就要跟後面的說 它其實這邊之外 它妳對面有工作室 有 對 有 最近有弄了一個工作室 對 因為本來一開始 是在這個小小的地方做 但是我們就考慮甜點 是很需要溫度的 對 所以就那個地方就很 怎麼... 檸檬塔嗎 檸檬塔嗎 怎麼... 怎麼啦 我不懂了 拿好了喔 等一下 我對檸檬到來 我換條題了 好 好吃 好吃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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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酸甜之中達到一個中... 對 我的天啊 這是你主持食尚玩家 講出最有道理的感覺 是... 很天氣了吧 我的天啊 他就是要酸起來的時候 然後又甜下去了 對 那個比例是剛剛好 很舒服 這個皮剛剛好 很脆 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他自學可以這樣子 他在東上一天 你們會出幾個蛋糕 一天大概十幾個 十幾個 對 因為都是完全全部都是手工 沒有半成片 對 所以就是我早上的時候 就會一大早起來 像農夫一樣 開始在那邊做食物 那幾天要起來弄這些 如果心情好就不用點了 你自己最喜歡哪個蛋糕 我最喜歡鹽枝花跟芋頭 芋頭我好想吃喔 芋頭我好想吃喔 現在嗎 有時間嗎 我們芋頭是自己蒸的 而且其實它這個茶也很特別 這個茶也是那個葡萄 白葡萄的菜 對 它是白葡萄品 其實在喝的時候 喝之前會聞到那個蘋果的香味 我覺得你聞起來有一點像 你在日本賣的一些湯果 對... 它聞起來感覺好像會很甜 對 這聞起來不甜 很香... 它這個香味很足夠 而且其實他們家的甜點 不只是台灣人喜歡 其實日本人聽說 也是專程飛來這裡來 對... 但那怎麼辦 他如果來這邊你們又沒開 或是又沒有他要的口味 他們會請就是台灣的朋友 先幫他預約 對 先預約 然後就會說他會過來這樣 是 這個叫天師 天師 就是你們名字 鼠工甜點 就想說取一個 就讓人家覺得就是 一看就知道 一聽到就知道 他就是專門在賣甜點之間 好厲害喔 怎麼會自學成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上手 不是... 你熱愛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一直想要做 就像我覺得藝人也是 就是你真的要很熱愛 你才能堅持一直走下去 也是沒有啦 就是薪水嘛 那所以我們是上FB嗎 IG都有嗎 IG都有 IG也有 有 甜食 好吃... 鮮是蘿莉塔 熟作甜點 謝謝 謝謝 好吃 熱愛的市場 一定要吃這一家 開了60年 全台灣就在基隆的豬肝場 豬肝場我沒吃過 而且它開60年耶 這是有一點像德國的香腸 但你這種內臟你敢吃喔 可以啊 可以吃豬肝 所以是像香腸裡面飽煮感的 對 可是他沒有 他會先把那個煮感這樣 淡膩 然後加一些香料在裡面 好特別喔 那我們來點一個豬肝場 好 可以 好 原來就是這個 這我真的沒吃過耶 聽過沒聽過 可是老伴你是第三代嗎 對 我是第三代 比如說你阿公 一開始是跟一個德國人學 是真的嗎 就是不是台灣人的感覺 我聽客人講不是台灣人 對 應該是外國人 聽客人講 都是因為都是老一輩的 都是老一輩 他們跟我講的我才知道 我發現他已經不知道了 對... 好特別的味道 外國人做這個嗎 好特別喔 他要比香腸再脆 對 沒那麼油 不會有你這種 有什麼一個斜的味道 沒有腥味... 沒有腥味 這乾其實吃起來滿雜實的 這滿配酒的耶 我們應該要賣啤酒耶 我沒有想到它會那麼好吃耶 它外面是像香腸一樣嗎 這好適合配啤酒 但這就是豬肉跟豬肝混在一起 再用我們自己獨家的配方 我覺得好吃耶 滿好吃的 好特別耶 有顛覆我的想像 這個真的好吃 可以賣60年耶 超強的 所以你們只有這一家嗎 我們只有這一家 他們只有這一家 但整個季郎好像也只有兩家在賣了 對 就只有孝山路跟我們家在賣 全台灣的兩家 我知道是這樣 那另外一家有在賣的時候 你有想說他們在賣什麼嗎 那就是吃過他們家有沒有 我沒有吃過 但我朋友有吃過 他們的口感跟我們 會有稍微的差異 兩個我覺得味道都還不錯啦 因為畢竟是 聽說是同一個師傅交出來的 阿公奈輩 對... 所以基本上不會差的 那位師傅這麼不講武的 總共交三個人啦 但是聽說大師兄 好像就沒有在台灣留著 剩下就是我們家跟他們家而已 我喜歡它裡面那個乾的口感 但它其實那個乾沒有什麼 太多腥味 如果說怕內障類的話 其實應該也不太會怕這個 但是加點辣料還蠻好吃的 對 老闆 你們會搭配一些醬料嗎 你要吃吃看辣的嗎 我要吃看 我跟你講 因為它加辣料醬 它有那個汁啊 它蠻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炸是很淡淡微微的 它不吃辣 因為豬安場本身的味道 已經算是重了 對 算重 那你醬料如果太過重的話 其實吃起來會被你覺得問題 它其實不會重到受不了 對... 來 加一點辣 當點吃嗎 就搭配一些 OK 對 通常吃 好讚喔 對 這真的可以帶回去配酒耶 對 這會開一個酒吧 這太酷了啦 這真的是紅色的枕耶 它叫什麼 它叫什麼 壞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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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地方太酷了 上樓發現更多黑馬 太酷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有藝術感的酒吧 真的 難怪它會得設計大獎 馬太基隆 魚船 這是真的嗎 這魚船真的魚船做的 對 好酷喔 這個地方真的很酷 好酷喔 你們好 老闆是澳洲人嗎 對 可是像我一樣 變成基隆女婿 女婿 所以基隆非常熟悉對不對 非常熟悉 但是出國念書才遇到老闆 沒有 我高中畢業了之後 先去日本 然後再到澳洲 然後創了一些事業 然後是我酒吧的客人 他比較幸運 所以你在... 你是幸運的 所以你在澳洲有開酒吧 對 那為什麼應援機會 又回來基隆呢 其實我澳洲酒吧 現在還開著 我女兒在我澳洲酒吧工作 就先歸鄉為了父母 然後我就想說 既然歸鄉的話 第一家就創在台灣吧 多好 對... 基隆 你怎麼會想要在一個廟後面開 對啊 在廟後面開 這個是我們有特殊的愛好 我們不喜歡民街店 我們喜歡你找不到的地方 我喜歡每個客人進來了以後 他一開門 然後他在這邊享受 然後這是屬於他的朋友 在廟後面其實也是原廢 因為我一直在找老房子 對 他們得了... 全世界得了超級超級多久 那個什麼倫敦世界設計大獎 對啊 四千四名 超級有設計感 所以這裡會辦一些Live Band嗎 所以會有些派對 會... 因為對我來說 Band媽媽其實在澳洲一直都是 食物 藝術 音樂跟飲料 這四個是真正的Band媽媽 所以音樂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好 那我們就要來吃你的東西囉 你們的食物了 你看它的菜也是看起來好好吃耶 對啊 所以因為是在基隆嘛 所以海鮮也是一定要很酷酷的 那這一道是什麼 這個是鮪魚刺身 這個是棋魚刺身 棋魚刺身 然後這個是生牛肉 那個是生牛肉 OK 對 義式生牛肉 回到基隆了以後 我其實在澳洲的名菜 有名的菜 Poco Fish跟一口牛 就是有名的招牌菜都有帶回來 一口牛是... 對... 它胡椒香味很嫩耶 很香... 都沒有筋耶 很適合配酒耶 對不對 這個是生牛肉 這個生牛肉也要來嚐一下 好好吃這個牛肉 對 那個牛肉很好吃 很嫩 老闆 我想要問妳 這個有一個辣椒 這個會很辣嗎 其實這一杯飲料是 酒本身是不辣的 它是像白巧克力 像白色鏈的那種 摩托蜜底的觀念 所以我們用朝天椒 轉了半圈給妳 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喔 所以妳要試試 所以是辣杯口 沒關係 我... 你不知道辣椒就多轉幾圈 我再繞一圈 朝天椒耶 對 台灣的朝天椒 朝天椒很辣耶 小心 我的天啊 朝天椒 好喝耶 朝天椒不辣嗎 朝天椒是厚 有一點辣 厚勁... 可是這個是一個束縛的辣 因為就是那個酒是比較甜 對 就是一種巧克力的 而且有那個牛奶在裡面 對... 所以有點就是甜 辣 還滿特別的 我覺得它這邊的環境 真的太輕鬆了 然後它每一個桌子 都有它的故事耶 對... 像這個圓不是什麼 這個是Captive 那個大輪船的滾輪 就是要放線 然後放一個Captive的 對... 然後這個角是在也有一個 版的餐廳人家丟掉的 所以你們很多東西 基本上都是在海邊找到的 對... 它這個生牛肉 越吃越刷除耶 好吃耶 所以妳在發配它這個是柑橘嗎 柑橘 我在台北很少吃那種生牛肉 很好吃耶 所以在法國我們會做像Carpaccio 一片...一包一包 很包...很包的 這樣子也不會過鹹的 太好吃了 很清爽的 對...稍微吃飽 哪一道是妳最喜歡的菜 這個嗎 對 這個是我最招牌的菜 到現在每一次有特別的日子 或是客人生日 或是有聖誕節 還有客人都會打電話 寫信給我問我的餐廳 是從... 要不就是他來跟我領那個壽司 OK 我們在吉隆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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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吉隆 我喜歡這個小的 我喜歡這個小的 我喜歡這個歷史 但它有很多影響 從美國 到日本 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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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住在俄羅斯 我可以看到俄羅斯影響 真的嗎 OK 他說因為他吉隆真的這邊 他覺得第一他小小的 但是又有很多的文化 對 很多的文化 通過台灣的歷史 包括荷蘭人 日本人 可以感受到這些 不同文化的影響 是啊 但既然還可以看到荷蘭的影響 我覺得是 很方面 對 對 從建築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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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一些舊的建築 是啊 他們也學建築了 所以他們可能職業病 要去留很多 對啊 是職業病 期待你們的第二家開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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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位 今天 季龍女婿的行程 滿意嗎 其實每一間都滿有特色 像這個就是在 暗巷裡面的 城廟後面的 這種餐廳很難想像 像剛剛的甜點 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 每個地方 就像我一樣 就是一種渾雪的感覺 就是有台灣跟國外 有一些影響 對 鹹派啊 台式跟法式的綜合 像這個前層麵 而且是前層 前層蛋糕 對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 真的是非常厲害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自學 你看今天這個老闆 老闆娘也是 怎麼自學 在他們身上那麼容易 對 每個都是自學 對啊 每個問都自學 今天真的謝謝你 就是說在帶小朋友的期間 還可以出來 帶我們出來玩 而且還吃到你的料理 對啊 謝謝... 我很開心可以跟你們一些 探索一個不一樣的高雄 是不是 高雄 我們在基隆 我跟你講 帶小孩真的很累 很累 不然是一個跳酒太辣了 我現在講話就是有辦法 你知道 真的很累 沒有 可是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基隆 因為我想到基隆 會想到一些很 很道地的小吃啊 小地方 今天確實小吃 沒想到基隆可以怎麼 聯合 是啊 對啊 所以下次你再帶你老婆 小孩回來基隆之後 就有更多地方可以 有機會再回來去吃甜點 小吃啊 市廚啊 那你們最喜歡的地方 是今天呢 你們去的每個地方 印象最深刻 今天印象最深刻 真的是那個甜點 然後再來是這一家店的 擺飾跟地點 讓我真的非常沒想到 會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世外桃園的 對啊 這真的是很特別 很創新的這種建築 餐點也很好吃 然後甜點當然沒話說 那個甜點 然後那個吉菇辣就快中暑 只有那個快中暑的感覺 就是在燒的時候 所以每一次我們會這樣子 去看這些店家 你就會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 所以每一次 我覺得主持這節目也有好處 就是你每次到了一個店家 當你是消費者的時候 你就會少一點抱怨 因為你自己體驗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們真的很辛苦 今天那個高溫 他還在那邊烤四個鐘頭 他要烤一千多隻 對啊 他買了多少 二十塊嗎 一隻二十五塊 去就給他買冷凍 對 因為他真的比較方便 他也可以去冷凍庫走一走 真的太熱了 今天謝謝伯彼 謝謝伯彼 謝謝 我們食尚玩家 由蝦明明下次見了 拜拜